哈喽大家好,我是方亮衣小伙,好久不见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呢就是测评 最近风超大的Physician Formula他们家的粉底眼 以及风也很大的法国大保妆前乳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你们懂的 色诱 好,那就开始本期的视频吧 大脸攻击 这个镜头拉得有点突然 我是干皮敏感肌肤 然后我脸上没有痘痘 最大的问题就是眼下的黑眼圈比较重 嘴巴周围的暗沉 然后还有脸上的一些小斑点 PF的这个粉底液 它的质感包材是非常的有大牌感吧 应该说跟我的G繁希 这个300块钱左右的粉底液放在一起 完全他们两个就是一路货色 你看盖子有一个这种自带的 一个这种大刷头 对于这个刷头的话 喜欢的人觉得很喜欢 因为它这样直接涂抹上脸就很爽的感觉 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刷头不干净 因为你直接刷在脸上手上的话 可能会把细菌带进去 但是其实在我看来的话 我对这个是不太在意的 因为像我们的唇釉啊 我们的遮瑕液啊 它们其实也是这种刷头的设计嘛 对不对 但是像这样的取粉方式呢 慢慢在录视频 不要发出声音好不好 什么 又蹦上来了 但是像这样的取粉方式的话呢 确实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里 这个刷子这样下去的时候 会带有一点粉底液 留在这个瓶口的这个地方 它的味道的话 说不上来是什么样的味道 我感觉混杂了那种 复古的奶奶的香味 然后还有 中药味 然后还有什么 酸奶味 就感觉混杂在一起 这种香味 像这个品牌 Fedition Formula 它们家产品 香味都好浓郁的 像那个著名的黄油修容 它就是有一股很大的椰子香味 就实力飘香 可能这是它们的 某一种执念吧 这款粉底液 它没有什么流动性 但是呢 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然后我把它推开 也是非常好推开的 那我现在就先上 左边的半边脸好了 其实我感觉这个妆感 还是非常自然的 上一层的妆感 已经非常自然了 它的遮瑕力 你看这边的眼圈 稍微要淡一点点了 然后这边的斑的话 基本上遮眉了 除开有一颗比较大的斑 那我现在来上第二层 那现在左边这边脸 就是上了两边粉底液的状况 我再拉 特大特先给你们看一下 上了第二层粉底液之后的效果的话 会有一点点粉感了 我肉眼看的话 这个妆感我也没有觉得它厚重 妆面没有发灰 也没有发假白 脸上的瑕疵的话呢 也完全遮得差不多了 不过也是因为我脸上没有什么瑕疵了 不要打我 整体而言 我对这个妆效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左边的脸的话 就先这样子 然后这边的话 我等一下也会上这个粉底液 但是刚好在之前 我就先测评一下 这个妆前乳 超级无敌火 10个美妆博主 7.8个 都在用这个 法国大宝的妆前乳 它是一个 法国的药妆品牌 它的英文名叫 Embroiolis Whatever 反正它的别名就叫 法国大包就可以了 它的膏体就是这种 白色的乳霜质地 涂抹的时候呢 还是非常的顺滑 好涂开 因为它这种乳霜的质地嘛 我抹的有一点多了啊 它的香味的话 也是这种超级浓郁的 复古奶奶 茉莉香 为什么我老是说奶奶啊 就是那种雪花糕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夹杂了一点茉莉的香味 好那现在的话 我的右边脸就先上一下 这个法国大宝的妆前乳 我重点在 就是容易卡文卡粉的地方 多按摩一下吧 因为等一下我要跟这边对比的 就是看一下 上了这个法国大宝妆前乳 和没上 它们两个的区别 到底有没有区别 哎呀这个天也是超级的暗了 就只要我一拍视频 天气就 突然暴风雨 只要工作日就 就像蓝天白云 就很烦好吗 它好像是知道 我是一个周末才会拍视频的人一样 上脸的话呢 肤感是非常的滋润 但是不油腻 我是个干皮啊 我不觉得油腻 然后捏的话也不捏 整个的感觉 现在来说还行吧 好那现在我就先把这边脸 也给涂上粉底 耶 也涂两遍 这个天气是真的非常的阴暗了 我还在前面打了光 但是我不敢打太亮 如果打太亮的话 就曝光 就看不见细节了 我们力求真实 好那我现在两边脸都已经涂了粉底液 然后这边是上了妆前乳 这边是没有上妆前乳 让我们用高清特写镜头 来check 他们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妆前乳到底有没有什么卵用呢 好放大 有点太大了吧 对焦对焦对焦 我觉得这个妆前乳还是有点用的 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清楚 其实我这两边都是有法令纹的嘛 这两边 啊法令纹我唠唠 啊 但是这边呢 上了妆前乳的话 这个纹就没有太清晰 但这边就很清晰 看 是不是 这边还是有一种就感觉把那个蚊填充了一点点的感觉 法国大宝妆前乳刚刚上脸 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它没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它只是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滋润的一个很 为后续上妆准备一张很服贴的画质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肉眼看的话两边啊 就感觉好像并没有什么差别 然后呢鼻翼这边也没有什么卡粉 嘴角也没有卡粉 当然我这边也是没有卡粉的 因为最近我的皮肤状况很好 很稳定 然后呢整体的话它这边上妆确实会感觉上我刚刚拿那个气垫粉撲在那里啪啪啪 拍拍拍的时候 对就是会更加的柔滑一点点 然后呢敷感上的话呢也很滋润 但是不粘腻总体来说还OK 好那我现在就用一秒钟的时间迅速的化个妆 好那我现在已经是化完妆的状态了 现在粉底液已经跟我的肌肤完全融合在一起 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也不能算清透也不能算厚重的妆感吧 就介于中间值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 然后这个妆效的话我还是蛮满意的 作为一个100块钱左右的粉底液我觉得它 嗯还可以 而且大家都说它比较适合牛皮混牛皮嘛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干皮 但是我的话我感觉还好诶 等一下我要出门 外面真的超级冷一点的不想出去 还要搞卫生 哦对 奔奔把那个一整袋猫纱都跑出来了 我等一下还要去教育它 告诉它谁才是家里的爸爸 那好吧那我们就待会再见吧 回来啦 然后现在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脸上的状况 我就补了一下唇釉其他地方就没有动 然后又要进行大脸攻击了 这里是什么 诶 怎么这边也有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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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就是 风太大了 然后我补了唇釉嘛 头发丝挨到唇釉了 然后这样 头发这样搞一下 就抹上这个东西了 大家就先忽略一下这个地方好不好 因为如果我现在把它卸妆卸掉 然后再看的话 脸上就没有那么完整了 整个脸上的状况的话 鼻子这里会有一点点脱妆 因为我 醒鼻涕 滋生 鼻炎患者 对 然后其他地方还好 像现在我脸上的这个氧化暗沉的速度和情况的话呢 我觉得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的 因为现在已经晚上11点钟了嘛 我戴妆已经多少个小时了呀 反正已经很久了 那最后呢 关于Physician Formula这款粉底液 以及法国大宝妆前乳这两款产品呢 还会有一些想讲的 那就是我就把它用文字总结的形式把放在后面 因为我不想让整个视频变得非常非常的长 本来我的视频就没有什么人看 稍微短一点吧 那就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方黎阿姨小伙 一定要记得给我一条龙一条蛇服务 不管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蛇 反正你懂的 好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